我们看到最近中共军机似乎频频扰台 现在连美军都敢骚扰 我们看到这就是刚刚我们VCR所看到的 中共军机现中在这个蓝宇的外海 那迫近正在加油了美国军机 那美国的太平洋空军司令布朗他就说了 共军频频扰乱这亚太邻国将要加强美军的威吓力 所以现在台海局势是有升温吗 我们也看到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台大政治系明军正教授 他就说中国内部的压力需要出口 不得已才会动武攻台 那他打大胆岛二胆岛的几率较高 会逼台湾谈判让美国介入 所以有可能会爆发第四次的台海危机吗 来听委员怎么看这样的发展 我们我常常讲一句话就不要小看解放军的实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小看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的实力 那战争常常是在看清对方 实力不对等的时候它会爆发 可在中共还多了一个原因 它需要外部的事情来化解内部压力的时候 它也会爆发 我讲一下兰宇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都正舍所以可以讲比较细一点 共军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 中共解放军今年的一二月份 其实他们里面都有疫情了 可他从二月份开始一直在骚扰我们的 南边西南海域 就是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 西南角再下去一点就是我们东沙岛 那这西南角不在我们的领空 所以那是我们在那边把它驱离 大家安全是没有问题 那它有时候会从北部 台湾海峡的北边穿透 用歼10歼11穿透我们的台湾海峡中线 近两年穿透 跑过海峡中线的次数 几乎是以前20年的加总的 尤其在这个月份大概八次九次 一直在我们的西南边 不断的用各式的飞机排列组合 做联合的演训 所以对我们的空军做压力测试 看看你的反应 骚扰让你饭也吃不好 它浪费油料我们也浪费油料 以外美军在前天 它的反潜机P8A 就在他们常常出现的西南角 靠近巴士海峡这边一直绕 那我们知道反潜机 它有一个飞行路径 当它一直绕的时候就是有东西 一直有东西它越锁定越小 我们在1994年 年份如果讲错请原谅我 我们那时候在军演的时候 汉光10号演习的时候 曾经在安平港的外面 1.5公里很近 我们正在汉光10号演习 突然间我们的寄阳舰 水底下它测到声纳有东西 然后我那时候服务的单位叫S2T 是反潜机单位 一台飞机飞过来 真的抓到了中共的R级的潜舰 然后我们也是一直绕 锁住之后 它坐底 坐底就潜舰了 怕你知道它哪里 炸它嘛 它就沉在底下 可是那R级潜舰 沉48小时要起来换气 所以几乎已经逼着它浮起来了 后来那时候海巷风浪变大 让它跑掉了 这一次也是在巴士海峡那边一直绕 一直绕飞机会没油嘛 所以P8它就要飞到加油站 飞机的加油站地面上有 空中就要空中加油机 这一次真正的加油区 就在我们的兰宇外面没有多远 正在进行加油 让它回来在反潜的时候 共军的军机穿越巴士海峡 直接往那个K7-135飞过去 那个是很危险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根据各国签订的 是不能做这种事情 那你不能做这种事情还要去 你等于是告诉美军 你的加油站被我找到了 他把美国惹毛了 他是想怎么样 对他会有好处吗 还是说要转移他国内的 习近平现在到底需要什么 照理说正常的国家领导人 我的首都发生疫情 我的鱼米之乡发生洪水 然后一天到晚真的假的不管 告诉我三峡大巴很紧张 我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然后印度光用棒子打死将近百人 然后北边的俄罗斯 因为疫情也跟他在有纷争 而且俄罗斯还是站在印度那一边 然后越南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现在跟他们也都在纷争当中 作为一个领导人 这时候应该是静下来 修养生习 发展经济 大家做好 他拼命 那不是反其道而行 拼命而是就一个原因 保护自己的权力位置 只有领导权力 领导位置受威胁 中国才会当年去发动 抗美援朝 珍宝岛之战 打越战 每一次后面都是国内的政治结构出问题 所以习近平在他们国内 李克强跟他关一个路边摊经济 就已经弄不完了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要持续观察 但是作为我们国家的安全的部分 共军这些不友善的东西 我们当然有准备 我们也有信心保护 但是国人一定要记清楚 你不管对中国的姿态 多卑躬屈膝或多怎么样 他要咬你 他就一定咬你